夫妻俩刚入住到一家旅馆 不料外面就传来一阵猛烈的敲门声 起初两人并没有在意 以为只是其他旅客敲错了门 可等强哥打开门才发现 外面却安静的什么都没有 然而刚等强哥关上门 妻子旁边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这时意识到不对劲的强哥立马走上前接起了电话 可谁知下一秒连接隔壁的房门却响了起来 这可给夫妻两整不会了 难道是隔壁有人故意在捉弄他们 于是为了弄清楚状况 强哥便撞起胆子走了上去 然后打开了那扇连接隔壁的房门 可谁知对面听了强哥的话不仅没有一点收敛 反而越来越放肆 眼见对方还在不停地敲打着房门 气急败坏的强哥便直接一把打开房间走了出去 准备亲自去会议会这个不知好胆的家伙 可奇怪的是无论强哥怎么敲门 隔壁的房间也没有一丝回应 眼见对方死活都不肯出来 一气之下的强哥便直接来到了前台准备向老板投诉 可经过强哥这么一顿描述 老板却直接傻眼了 因为在强哥的隔壁根本就没有住任何人 甚至今天晚上在这间旅馆里 也就只有强哥和他的妻子两个客人 然而对于刚刚的遭遇 强哥却很坚定地表示隔壁肯定有人在哪 紧接着旅店老板便认为也有可能是流浪汉溜进了屋里 于是便让强哥暂时回去 等会儿会亲自去隔壁查看 可谁知强哥前脚刚走出房门 老板却露出了一脸耐人寻味的表情 并且伸手去拿下了那只挂在门框上面的左轮手枪 回屋后 强哥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便放起了旅馆里的录像带 可随着电视的打开 里面播放的竟然是凶杀类的电影 这瞬间让强哥感到一阵反胃 然而随着录像带里惨叫声连连不断 妻子便美好心情地希望强哥关掉电视 毕竟谁也不希望出来度蜜月看这么晦气的电影 可就在强哥看得正入神的时候 他却猛地发现 天哪 录像带里房间的布置 竟然和自己住的旅馆布置一模一样 吓得强哥立马就站起了身 而此时的他早已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紧接着强哥根据录像带的视角 成功锁定了摄像头的位置 而等他上去查看的时候竟发现 那里果然就放着一个摄像机 此时两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原来录像带里的事情竟然是真实发生在这间旅馆里面的 虽然很难以窒息 但很显然能做到这种事情的 也只有旅馆老板本人 紧接着两人便准备趁着天黑偷偷溜出去 可还没跑两屋 他们就停了下来 因为在黑暗处 走出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意识到危险的两人急忙转换方向准备逃跑 可谁知不远处又钻出了一个面具人 没办法 两人也只能暂时返回了屋内 好在最后一刻 强哥成功将两个面具男给挡在了门外 然而外面的两人并没有罢休 还在不停地撞击着房门 情急之下 强哥立马用身体抵住房门 并让妻子抓紧从洗手间的窗户逃走 然而等妻子走进洗手间才发现 窗户早已被钉子给钉得死死了 好在女人经过一阵折腾 一颗大钉子这才勉强被掰了下来 可紧接着 那个戴面具的人又出现在了窗户面前 这可把女人给吓了一跳 好在这时强哥集中生智谎称自己有枪 这才暂时吓跑了外面的面具人 可两人心里都很清楚 对方要是想进来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很明显对方是在享受捉弄他们的感觉 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正如两人所料 正是这间旅店的老板 好在强哥并不愿意坐以待毙 于是便集中生智看起了之前受害者的录像 果然没过一会儿 细心的强哥便发现了录像中的端倪 因为他发现录像里的凶手 竟然是在旅客锁好房门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在了屋里某个角落 那也就是说 这间屋子里还有其他的入口 果然不出所料的是 强哥最终在厕所里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 然而刚等他准备下去查看情况的时候 妻子却又叫住了他 因为这时两人发现 外面竟然开进来了一辆大货车 只见随后车上走下来了一个大叔 两人眼见碰到了救星 于是便疯狂地拍打窗户向大叔求救 好在大叔也及时发现了他们 并朝他两个方向走了过来 可谁知大叔还没走几步 面具人却又悄悄出现在了大叔身后 这时两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拍打窗户想让大叔转身 可谁知下一秒 原来大叔就是购买录像带的买家 这时两人才意识到他们是一伙的 然而此刻强哥并没有气馁 反而打算借着店长交易录像带的时候趁机逃跑 随后强哥便带着妻子钻进了厕所的暗道里 而里面果然是一条长长的地道 也许一直往前爬就能找到出口 可两人爬着爬着 强哥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前面布满了一大堆老鼠 尽管很让人反胃 可为了活命 两人也只能忍着恶心从老鼠身上爬了过去 然而等他们打开地板的那一刻 却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店长的房间里 但好在此时的店长正忙着交易录像带没有在屋里 两人便小心翼翼地钻出了地道 幸运的是 妻子发现了桌子上的座机 并立马拨通了报警电话 可还没等妻子说清地址 店长一行人却闯了进来 好在强哥两人及时钻回了地道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随后店长便发现了一旁还在通话中的电话 于是一气之下就扯掉了电话线 感觉到事情不受控制的店长便立刻吩咐手术杀掉强哥两人 殊不知此时的两人 已经通过地道来到了另一间屋子 紧接着强哥便用柜子抵住了出口 但很显然这不是长久之计 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这时外媒竟然又开进来了一辆车 而且仔细一看还是一辆警车 但经过上次的教训 强哥立马就长了个心眼 因为他记得妻子明明没有来得及说明地址 那警察又是怎么找来的呢 然而这次强哥却失算了 因为这个警察正是通过电话定位找来的 并且这个警察非常的负责 还要求店长打开旅馆房间 自己要挨个搜查一遍 可狡猾的店长却表示钥匙拿错了 自己要去前台拿一下 然而等店长前脚刚走 警察却发现这间房间根本就没上锁 于是紧接着便偷摸走进了房间 然而没一会儿他就发现了正在放映的录影带 于是身为警察的他便立刻意识到了这间旅馆不对劲 紧接着就拿着枪跑出了房门 而此时强哥两人发现警察神情慌张 便立马意识到他不是店长的同伙 于是迅速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可警察以为他俩是坏人 差点就开枪打了他们 好在强哥及时说明情况 警察这才放下了手里的枪 然而就在三人准备开车逃离的时候才发现 车子根本就发动不了 等警察下车查看的时候才发现 车子早已经被歹徒做了手脚 然而就在下一秒 歹徒突然出现在警察身后 并直接一刀捅死了警察 眼看其他歹徒也追了出来 两人只能离开警车 然后再次跑回了屋子 然而还没等两人来得及休息 面具男却再次发起了进攻 但好在强哥的友谊手机下 面具男这才没能闯进来 然而容不得强哥喘口气 紧接着他便走进厕所 随后迅速拆下一个钢管 就砸碎了厕所的玻璃 然而强哥并没有从窗户出去 因为他深知现在外面的歹徒正等着他们 当然强哥也并没有放弃 因为他想到了能保住妻子性命的办法 只见他先是扯下了妻子身上的一片衣服 然后给挂在了打碎的玻璃上 打算营造出妻子跳窗逃跑的迹象 而随后他便带着妻子来到客厅 并在自己的帮助下成功让妻子躲到了上方的阁楼 然而此时的妻子却想要丈夫也上来 但丈夫心里明白 要是他也上去了 两人就极有可能谁也逃不了 没办法 女人也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 就在女人关上隔板的那一刻 丈夫向妻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紧接着 强哥便打算独自冒险去拿店长屋里的枪 然后他便缓缓打开了房门 然而就在出去的那一刻 面具男直接就马刀捅向了强哥的肚子 而强哥也是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这一切也被楼上的妻子给看在了眼里 然而他却不能出声 看着强哥痛苦地在地上爬行 此时店长也走了过来 并拿出摄像机记录着强哥痛苦不堪的样子 然而紧接着 店长就上当了 他果然以为强哥的妻子已经从窗户逃了出去 于是便命令手下立刻出去追 就这样 随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女人在阁楼安全待到了第二天早上 随后女人见楼下已经没了动静 便直接打开阁板跳了下去 眼看倒地不起的杖子就在门口 女人便缓缓爬了过去 可谁知此时 女人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身影 只见下一秒 幸好女人及时发觉到了危险 便迅速跑了出去 随后女人一路狂奔到了自己的汽车跟前 可还没等车子打烊 身后又一个面具男跑过来 并且直接就打碎了天窗 幸好此时女人及时发动了车子 就这样 女人和面具男便展开了一阵交锋 然而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又一个面具男出现了 就这样 除了女人安然无恙 另外两个面具男都当场毕命 可紧接着 女人就发现店长赶了过来 于是便迅速跑了出去 然而外面的车没有钥匙 女人便只能暂时跑进了店长屋里 但好在女人进屋就发现了门框上的枪 于是便准备伸手去拿它 可谁知就在女人将要拿到枪的那一刻 身后的店长却勒住了她的脖子 而枪也被甩飞到了地上 紧接着 店长便打算活活将女人给威死 可谁知却反而被女人给一把抓伤 于是一气之下 店长便狠狠将女人给毒打了一顿 随后便掏出摄像机 想要录下女人痛苦的模样 然而就在下一秒 女人一脚就踹向了店长的命根子 随后便打算逃出去 可最终还是被赶上来的店长给一顿毒打 可没想到的是 打斗中店长竟然一把将女人给推到了手枪跟前 结果下一秒 店长就最终倒在了自己的枪下 眼见危险已经全部解除 女人便立马跑到了丈夫跟前 而看着倒地不起的丈夫 女人也是哭得气不成声 可紧接着 她竟然发现丈夫奇迹般的有了反应 幸运的是 丈夫最终及时得到救治活了下来 而他们俩 也即将重新开始他们的蜜月之旅 到最后 小编祝贺观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有情人装成眷市 谢谢